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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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说的族中的复发 我们还可以按照病因来分一下脑血缓病的情况 比如说有初血性的血缓病 还有血性的血缓病 其中初血性血缓病 大家说的比较多 像脑溢穴 老百姓常说脑溢穴 就是我们常说的 第一种最多见的一种脑出血 而且大部分是叫高血压脑出血 就是长期高血压状态下 脑子的实质里面出现了出血 另外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叫动脉瘤 动脉的壁上长出一个小包 然后它不再坚固 它出血 可以在脑子的表面出现出血 叫猪网膜下腔的出血 就是在脑膜里边的出血 另外就是像血管畸形 有一些少见的血管畸形 也导致出血 还有其他的原因 还有很多种原因 有可能导致脑出血 所以只要是出现出血的情况 出现的速度 我们就要出血性脑血压病 另外的确认性脑血压病 实际上发生率更高一些 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的话 确认性脑血压病的发生率会更高 一般能达到7-8% 最常见的呢 比如说大动脉的正硬化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颈动脉的狭窄 等等的脑动脉的狭窄 都会造成脑子的供血不足 或者栓塞等等 出现缺血的脑血病 另外就是心圆性的栓塞 因为心脏是所有血流的来源 所以如果心脏有些栓子 到脑子里边堵住 也容易造成这种肛塞的情况 小动脉的低塞 因为脑子里面有很多细小的血管 同样会造成缺血的发作 还有一些很少见的原因 或者现在很难查明原因的一些疾病 也会造成缺血的一个表现 看来这个脑血管病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有这种急性的慢性的 有这个比较严重的像脑促重 还有就是不是特别严重的 那就是说您得详细给我们讲一讲 那产生这些脑血管病的这个病理和原因 都是一些什么呢 这些病理和原因最终的原因 其实都在于血管或者是血液的成分 就是说只要是有可能 对脑血管造成损害的各种的成分 各种的原因都可能会产生这种脑血管病 我们再看一下题板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脑梗塞 刚才我们提到了 趋悦性脑血管病当中的脑梗塞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人的大脑 这是它供应的血管 我们管这个叫颈动脑 它供应了人脑子的 接近四分之三区域的东西 如果颈动脑中有一个狭窄的地方 就是说血管内 有一些脂肪的细胞啊 碎屑的细胞组成的一个斑块 堵住了这个血管的话 就可能造成这块了 脑组发生梗塞 如果发生梗塞 可能病人出现这样的症状 我们可以在病人的脑子里面 可以看到黑色的这部分区域 就是发生脑子梗塞的区域 所以说脑子梗塞的原因在哪呢 我们可以从下面一直从心脏开始追溯 如果心脏有一定的栓子脱落 到了脑子里面会造成这种情况 沿途的大血管 颈动脉 颅内的血管 不管哪个血管出现问题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经常说就像是 这是黄河的源头 下面是黄河的各个河道 无论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道体上都可能会干旱 所以人脑子就会出现梗塞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脑出血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脑子里面的血管 我们正面去看 这是一个脑子里面主要的 我们叫大脑中动脉 有很多细小的血管 这些血管在高血压的情况下 会让血管壁变得非常的薄 或者非常的脆弱 所以在血压不断的冲击情况下 它有可能会出血 一旦出血就进入了整个人的脑子里边 我们从CT上可以看到 白白的就是出血的部位 这样的话就造成相应的症状 比如说病人剧烈的头疼 瘫痪等等 还有一种刚才我说过的 叫动脉流性的 中文下腔出血 我们人脑子的动脉是 走在这个位置 这是脑膜 这是脑组织 比如说动脉是走在脑膜和脑组织之间 如果是动脉表面 有些小包 像这种情况 我们叫动脉瘤 像这种情况发生破裂的话 出血就会出在脑膜和脑子之间的这个范围 叫中脑膜下腔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出血整个在这个范围之内 并没有完全进到脑子里面 虽然没有进到脑子里面 但是它的危害同样非常大 死亡率也很高 前面讲的主要是脑织上病的各种的病因 直接病因 就是说我有一个基础的疾病 从而会发病 但是归根结底它有个很基础的病因 我们可以归纳有很多 比如说不可干预的因素 年龄 性别 种族 遗传因素等等 包括气候的变化等等 这都是我们无法干预的 比如说高龄的人群容易有脑血管病 小孩就比较少 所以像这种年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因素 像性别 男性有的在很多的脑梗塞啊等等 男性要多得多 所以不可改变的因素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还有很多可干预的因素 是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的 比如说我们当时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 吸烟 饮酒 等等 再就是像我们现在也比较重视的 高同性半股胺酸血症 以及不恰当的药物治疗等等这些 所以呢 都会对整个的疾病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抽烟喝酒 我们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可能就能降低这种危险 通过良好的药物 可能控制好糖尿病 高血压和心脏病 所以会减少素中的这种发生 这就是整个俗中的相关的 病因和病理的一些机制 那江主任 我们也知道 就有一些是可控的 可防可控的 有一些呢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说这个 它结构上就有问题 比如说这脑血管 它血管长得就不是特别正常 那出现问题 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是 我听说就是 由于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导致脑血管疾病 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吧 对 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这种比例 尤其对于 血血性脑血管疾病 非常多 刚才说了 血血性脑血管疾病 占到了整个脑血管疾病的 70%到80%的样子 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 都是跟这个 高血压糖尿病 这种三高的行为是相关的 具体的比例 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种族都有差异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肯定占了一个很主要的地位 而且这是可防可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也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呀 当然是导致脑血管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那刚才 焦主任已经给我们讲了 脑血管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它的一些分类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 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专家 好 你来 为什么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会引起脑血管病呢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现在的科技来讲 并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回答清楚 并不是所有的机制都搞得非常的明白 一般呢 从医学的研究来讲 是从一个因看到一个果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些病 有这些合并症的病人 出现脑血压病的很多 所以就去研究它相应的机制 相关的机制有很多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压持续作用的话 会造成血管壁很多的损害 所以血管壁损害之后 它会再修复 再会有一些细胞的粘附 慢慢的就会出现 像动脑硬化呀等等这些因素 糖尿病也是这样 高脂血症同样是这种因素 另外呢 高脂血症和糖尿病还会影响到 血管内的流动的血液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变化 所以呢 都会造成整个血管壁血液成分 综合的变化 所以形成慢慢的日记月累就形成脑血症病 在刚才这个环节当中呢 焦主任给我们讲了什么是脑血管病 以及脑血管病的一些发病原因 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 焦主任会着重的给我们讲解脑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 不要走开 以后回来 健康小助手来了 脑血管病按照病程进行分类 可以分成脑血管病和极限脑血管病两大类 脑血管病按照病因进行分类 可以分成出血性脑血管病 极限性脑血管病两大类 缺险性脑血管病发生率最高 高达70%到80% 引起脑血管疾病的不可干预因素 包括年龄 性别 种族 以及遗传因素等 引起脑血管疾病的可干预因素 包括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的三高症状 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 和不差强的药物治疗等因素 不要走开 在下一个环节里 我们将进一步认识脑血管病的主要症状 和如何诊断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健康早班车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想请江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 这个脑血管病 它都有哪些这个征兆 或者是说 哎呀 我感觉到哪儿不舒服了 这就应该是意识到是有脑血管病了 我就应该去检查了 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我们老师说脑血管病可防可治 但是首先得让老百姓 得让每个人知道脑血管病怎么样 才能够 我有什么样的表现 才能够提示我有这种疾病 所以我们开始看一下题板 我们首先要知道有什么症状的话 我们要知道脑子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的大脑 蓝色呢 我们叫大脑 整个大脑的结构 而粉色的实际上是我们叫小脑 这多种颜色叫脑干 所以这三个部位呢 实际上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大脑承担了肢体的活动 语言和人的高级的身影活动 而小脑主要是承担了协调的功能 而脑干呢 是所有大脑皮层经过它的一个 相当于高压线的位置 如果说大脑皮层是发电站 这就是高压线 另外呢 在脑干的结构 还有人生存所必须的一个中枢 包括呼吸心跳的中枢都在这 所以如果说在不同的部位出现了 不同的脑血管病的情况 就有不同的表现 比如说一侧肢体的活动不好 一侧胳膊抬不起来等等 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在大脑半球 另外呢 肢体麻木 言语不好 同样会出现在大脑半球 还有就是眼睛看东西不行 有的时候 尤其是单眼看东西发黑 这种情况呢 很多是来自于眼睛的供血 眼睛的供血同样是脑血管所造成的 另外呢 双眼的看东西模糊这些情况 大部分发生在这个区域 主要是后半段的血管发生的问题 再就是悬晕 这种悬晕呢 指的就是天悬地转的那种晕 即便是坐在那 即便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体位 都会发生天悬地转的晕 这种悬晕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在小脑和脑干这个区域 后半部分的供血有问题 再就是突然的意识不好 也就是说我们说病人突然昏迷了 什么的 另外呢 就是突然剧烈的头痛 就提示像有脑出血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就是有以上症状的时候呢 可能你就应该想到自己是不是脑血管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应该这个及时的就医了 那我想就是说除了您说的这些症状以外 那他会不会还有什么其他的伴随发生的这些症状呢 伴随发生的症状呢 实际上有很多 尤其老年人 比如说我头晕 典型的一个头晕 如果在门诊上医生去看头晕这个疾病 看一天会很多很多很多病人 但是头晕的原因很多 所以呢 也只是说我们怀疑要排除脑血管病 还有就是说 这个一说这脑子的毛病 大家都会格外的注意 比如说像其他的这个器官啊 或者我这个有个小感冒啊 在家里扛一扛也就过去了 一说到这个脑子大家都特别注意啊 那我们就得涉及到医院去就诊 就诊都应该做哪些检查 怎么去怎么诊疗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题板啊 您还是结合题板跟我们梳理一下 从整个脑血管病的诊断来看呢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确定诊断 所以一开始接触到病人 我们先有一个初步的诊断 这种诊断从医生的角度来讲 我们要定位定性的三种诊断 所谓定位呢是我们要大约推测到 这个病人的可能的发生的病变的位置在哪里 就像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如果一侧胳膊头活动不好 我们定位在大脑皮层 这种可能性大 定性呢 我们就要定它是出血还是缺血 哪种可能性大 病因我们要知道 它是有动脉阴化 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情况 有胸管畸形等等 我们要进行排除 这三者呢实际上是在医生刚刚接触到病人 知道了病史 经过查体之后 得出来一个初步的判断 有了这个判断之后 我们就要借助现代的这种辅助检查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的这种辅助检查让医学发展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要对脑 脑血管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问题 进行检验 检查之后 我们才能够大约的 确定病人的这种可能的病因 而相关的检查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脑子检查 我们常规的有CT 有磁工症 这两种检查 比如说CT 对脑出血非常的敏感 有出血 它很快就能表现出来 但是如果有脑梗塞 在早期 它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去看磁工症 这是对脑子检查 我们知道脑子出现问题 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 我们就要再去查血管 血管里面最简单 最便捷的就是超声检查 也很简单 也没有创伤 对病人的检查非常的全面 但是它还不是最好的检查 最好的检查是脑血管造影 这种血管造影 可以很清楚地把血管的结构 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相关的疾病都能够发现出来 另外我们还要做其他检查 比如说必要的化验检查 和心脏的检查 这两方面检查呢 一个是要排查出心脏相关的情况 比如说前面说了 如果心圆性的栓塞 同样会造成脑梗塞 另外化验的检查 我们要看到它有糖尿病啊等等 这些合并的疾病到底有多大的危险 一起就通过脑 脑血管和其他检查这三种 一起来做出最后的一个确定的诊断 家主人是这样的 刚才您也给我们谈到了 说如果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比如说口眼歪斜 意识不清醒 然后就比如说全身没有力气 可能就是你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就得到医院去检查了 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它有哪些并发症 比如说它会不会 比如说我脑血管有问题了 我会头疼的特别剧烈 或者对我的肾脏 膀胱或者心脏 都有没有一些什么影响 或由此产生一些并发症呢 如果是脑血管病急性发作的话 最危险的就是这些并发症 首先一点 比如说脑出血 或者脑梗塞 这时候脑子的体积会增大 但是人的颅腔是密闭的 所以这时候 整个颅内的容积增大之后 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叫脑晒 就是说脑子的上半部分 去挤压了其他的部分 就是前面提到脑干的一部分 这样会造成病人的呼吸心跳的问题 会直接会威胁到病人的生命 这是在脑子方面所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并发症 另外其他的呢 我们知道大脑是人体整个的中枢 是司令部所在的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脑血管病的急性发作的话 肺脑 肾脏 肾脏 心脏 肝脏等等各个部位 都可能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严重的感染等等 所以这些并发症呢 一般是这类病人所需要闯过的第二关 好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 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专家 你来 你好 因为我有个亲戚 他也是得这个脑血管病吗 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说他发现这个问题 去医院检查的话 他首先应该是从检查什么 然后他具体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每个人看病 不可能说从头到脚全查便 从卫生经济的角度来讲 花了很多的钱 对病人呢也是来回折腾了很多 而且有些检查是有创性的 是有风险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 我们是习惯于把一些检查 作为一个初晒的办法 还有一些呢是作为确诊的办法 这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您说一种情况的话 首先医生应该接诊病人 了解清楚他所有的情况之后 认为脑血管病 然后再去做 首先做CT 因为CT呢比较便宜 而且能发现一部分的病变 如果CT怀疑有问题 我可以再进一步去做磁工症 因为磁工症呢相对更贵一些 而且磁工症对病人的要求配合比较多 不能动等等的 所以一般来讲把磁工症作为第二线的一个检查的方法 这是脑组织 而血管呢首先我们是推荐血管超声 血管超声呢 同样从经济学院来讲很便宜 现在我们愿卢井的超声加起来200多块钱 但是就能把大部分病院都能够找到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最适合老百姓一般的这种检查 如果说病人一怀疑这种情况 我就把病人拉着去做血管造影 那对病人是很不值得 医院呢还要给他安排床位 然后收费也很多 同样呢还有一定的风险 这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另外像患病检查和心脏的一般检查 还是都需要的 比如说一般的血液的化验 常规的化验 以及生物化学的这种化验 这些呢都是必须的 心脏呢我们推荐一开始 还是要做一个心电图 如果心电图发现了问题 我们再去考虑做类似心脏采超啊 或者说这个动态心电图等等 进一步的检查 总之呢从医院的检查的角度来讲 一般是从简单到困难 从无创到微创到有创 从便宜到贵 一般是按照这种步骤 来进行初筛和确诊 这种不同的这种分级的检查 焦大夫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我现在我已经是那个高血压病人了 我经常测我的那个血压都都很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是不是该预防着这个老血管病 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是希望所有的查到自己有问题的人 都能够把自己向更严重的方向去预测 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但是呢还是应该把它最坏的结果想象到 所以呢一定要进行脑穴明相关的这种预防 首先呢您要了解自己血压高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应该学会自己去量血压 自己去量血压 然后要自己不断的记录 因为人的血压在昼夜24小时里面是不断的变化的 所以一般我们推荐 你要每天最起码要早晚两次血压 然后要记录下来 发现自己血压高的这种规律 然后呢找医生开相关的药物 就是降压药 高血压这个病虽然不能够完全根治 但是如果用药能控制好的话 它不会引起其他的疾病 那就达到我们的效果 所以一定要首先要知道自己高血压的状态是什么样 第二一定要跟医生积极的沟通 我的血压比如说现在吃了药之后降得很低 OK我还要再回去找医生 我反馈 我说我的药吃了之后血压降得很低 如果吃了之后并不能降压 也要反馈给医生 就要这样不断的反馈 才能够真正达到你治疗的效果 而且要长期的控制 因为脑血管病不是说你控制了一年 他就不得了 脑血管病是希望你把高血压控制一辈子 他可能脑血管病才不得 也可以这样理解吗 高血压应该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对 所以你有这个基础疾病了 你就应该格外的这种注意 那在刚才这个环节当中呢 焦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脑血管病的检查和诊断 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 他会着重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科学治疗脑血管病 我们一会儿再见 健康小助手又回来了 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表现主要包括 突然肢体活动受限导致活动不好 突然的眼睛发黑或者看东西模糊 突然发生严重的眩晕昏迷 以及突然的发生剧烈头痛症状 脑血管病常规检查项目 包括心理检查 磁工阵检查 精管超生检查 脑血管造影检查等迹象 脑血管疾病的其他检查项目 还包括化验检查 心脏检查等等项目 脑血管病 急性发作的并发症 包括脑出血 脑梗塞 脑涮 另外还会引起 肾脏 心脏 肝脏等身体重要器官的严重受损 不要走开 在下一个环节里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 脑血管病的科学治疗方法 好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健康早班车 脑血管病很复杂 有急性的慢性的这种类型那种类型的 都应该怎么治疗呢 您得详细地给我们讲讲 OK 首先呢我们还说一下急性脑血管病的治疗 急脑血管病呢我们是拿确性脑血病 也就是说脑梗塞来作为代表 来讲一下 脑梗塞刚才我们说到了 它的症状 它的诊断 它的病因 实际上呢就是血管堵塞 比如说像这个图表当中可以看到 这是血管的结构 这是局部有一个狭窄 然后呢局部形成了血栓 堵住了血管 这样在血管远端的供血 就都变差了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给它一定的药物 或者是在静脉里给药 或者在局部的动脉给药 总之呢这种绒栓药物能够把血栓融解开 让血管再通 但是这种治疗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 像国际上推荐的 只有在4.5个小时之内 才能静脉给药 所以我们可以在时间阻挡 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要紧急的到医院去救治 才有可能发生这种逆转的改变 我们看一个病例 这个呢是我们的叫椎肌体动脉 这是椎动脉 这是肌体动脉 而这个椎肌体动脉供应的 就是前面说过的脑干的结构 所以如果它出现了堵塞的情况的话 病人有可能导致死亡 有可能昏迷 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像这个病人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椎动脉还有 但是再往上就没有了 跟这个图对比一下 再往上的这些血管都没有了 这些血管发生避塞之后呢 可以导致脑干的梗塞 所以病人当时是昏迷来的 但是因为来得比较及时 所以我们给他 当时在血管内给了药物 给了药物之后 可以看到 远端的血管有了 但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非常重的狭窄 血管变细了 所以呢 估计这就是他的一个病变的原因 血管变窄之后 在局部形成了血栓 把远端的血管堵住了 所以我们在给药之后 这个血管基本通畅了 但是呢 这种气的血管同样需要改变 所以呢 我们又在局部放置一个支架 结果就是这种 追动脉 一道基地动脉 跟我们的图上画的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病人就基本上能够醒过来 甚至还会有很好的有功能的状态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在一个前提下 就是时间就是大脑 我们必须要让病人和家属 所有人都知道发生这种疾病 要尽快地到医院去急救 我们是要求病人是按分钟来计算 而不是按小时来计算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急性期的脑血染病治疗 另外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还有慢性脑血染病的治疗呢 实际上的目的就是 要让他不要发病 就是说没有发病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疾病 来进行治疗 最常见的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疾病呢 是颈动脉侠窄 像这个病变啊 这是我们的颈动脉 它正好在颈侧部的位置 供应的是人脑子的 这一侧的四分之三左右的区域 非常的大 这个病人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血管造影 这是颈动脉 这是颅脑的位置 这是下肢上 血流从下往上去流 在局部的颈动脉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狭窄 这就是血管内的斑块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之后 把斑块去除掉 就形成这种情况 就基本是正常的结构 这种手术怎么做呢 就是在局部暴露出血管 然后切开血管的表面 把这些斑块的组织去除掉 再把血管缝上 而我们切除的斑块是什么 就是这个结构 这是在血管内 几乎把血管完全堵住了 我们把这个斑块从中央抛开 可以看到整个的斑块的内部 有各种各样 坏死的组织 出血的组织 还有坑坑洼洼 很多很不光滑的组织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血液从这里面在流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有可能会把一些渣子 冲到远端的脑子里面去 也有可能局部完全堵住 造成整个血管的必塞 所以这个病人是幸运的 他在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种疾病 把它去掉 血管关滑了 所以就不会发生脑梗塞 所以我们是对于 这些病人都要求 如果发现了这种 紧脑脉的重度狭窄 一定要积极地进行手术的治疗 当然也有的病人是害怕手术 因为开刀手术 这让人很担心 所以又有了很多微创的办法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支架的治疗 这是我们支架治疗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病例 同样是这个位置的 颈度脉的一个重度的狭窄 我们在人的大腿根进行穿刺 然后把局部的一个导管放在局部 然后把支架放在这里 把它撑开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做完支架之后 基本也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支架结构 是一个金属的结构 就像这个图表当中所看到的 这些是斑块 这是血管里面不应该有的斑块 我们在支架扩张之后 这些斑块的组织就被支架挡在了血流之外 过一段时间之后 支架里面就又涨上血管的一些细胞 又变得重新的非常的光滑 所以这时候斑块就已经不再能够影响人的血管的情况 刚才讲的都是确确性的脑血管病的治疗 出血性脑血病同样非常的重要 因为出血性脑血病来时非常凶猛 死亡率非常的高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动脉瘤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主要的脑的动脉 局部出现了一个动脉瘤 这种动脉瘤的结构呢 在瘤顶部一般是比较薄弱的 很容易发生出血 所以我们有两种办法去治疗 一种是手术加笔 就说把颅脑打开之后暴露出血管的位置 看到这个动脉瘤 然后我们用一个夹子把它给夹住 这样血流再去流的时候 就不再经过这个动脉瘤了 像这种情况也是 用夹子夹住它之后 这样血流依然是这样通过的 但是不再经过动脉瘤 所以不再会出血 但同样这种开刀的方法 也是让人有的时候会很紧张很害怕 所以呢 同样也有这种微创的 就是我们叫动脉瘤的栓塞的治疗 大家知道很出名的 孝星赵本山也是因为动脉瘤的出血 做了这种介入栓塞的治疗 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种办法呢 是在血管内 把导管放在局部 然后很柔软的这种金属丝 放到这个动脉瘤里边 然后呢 慢慢的越甜越实 最后 把这个动脉瘤完全堵住 血流从哪过 同样可以不进入动脉瘤 这样也就减少了出血的风险 或者杜绝了这种出血的风险 总的治疗呢 也就这些情况 嗯 那刚才您谈到了 除了这个手术治疗 介入治疗 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治疗了 那我觉得这个大脑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复杂的 说它要出了问题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可能除了这些比较急性的 需要在医院开刀啊 手术啊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 在家庭当中的这种 怎么吃药维持 怎么样的护理 这个您也得跟我们好好讲讲 呃 其实这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脑瘤炎病的病人当中 需要开刀 需要介入治疗的 其实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嗯 大部分的病人呢 呃 都是属于或者说叫病人 或者说叫亚健康的状态 嗯 这种都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 而药物治疗当中 实际上全球最公认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药物虽然很便宜 历史很长 但是在治疗脑血管病 在治疗心脑血管病方面 是最有证据的一个药物 嗯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使血里面的一些成分 互相不沾 这样在通过血管的时候 通过动脉硬化的位置的时候 它可以减少这种 血栓形成的机会 啊 同时呢 本身有一些抗炎的作用 所以也会对动脉硬化有一些改善的这种效果 除了这种药物之外呢 现在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叫他丁药物 他丁类的药物 对 他丁类的药物呢 实际上原来是一种降脂药物 但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 它除了降脂之外 还可以很多抗动脉状硬化的作用 这种作用 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 所以呢 对于有血脂增高的病人 我们一般是 呃 有一个目标 然后进行强化的降脂 啊 要达标 但是即便是没有血脂增高的病人 有动脉硬化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推荐他使用他丁的药物去进行治疗 嗯 当然再就是呃 高血压 糖尿病 这两种疾病的治疗呢 也是同样的 我们要有一定的目标 现在呢 作为我们医生来讲 呃 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 还是高血血症 都有一个治疗的目标 一个达标 呃 在我们临床上来讲 这叫指南 嗯 要依据这个指南 要把这个病人的这个化验的值 降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够达到一定的目标 才能够有效的防止脑旋病 嗯 所以总的来讲呢 我们要通过控制这个三高 嗯 控制高通行慢关 肝胺酸血症 这些控制它的合并症和危险因素 全世界加大 阿斯匹林 嗯 综合的来进行一个 长期的慢性的一个治疗过程 对 您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阿斯匹林也好 还是他丁类的这些药物也好 很便宜 就是药店里可以买到很方便 但是呢 我周围就会发现 有一些人呢 他时段时序 他觉得我吃干嘛呀 是要三分毒 那个我也没什么症状 我就不吃 是不是这个 吃这种药 比如说阿斯匹林 或者他丁类的这些药物 就跟有高血压一样 你要终生服用呢 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要长期服用 嗯 不见得是终生服用 嗯 因为这种药物 如果说时段时序的话 它在体内达不到有效的 这种小浓度 嗯 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的脑血缘病 动脉因化是长期存在的 嗯 你不能说你这几天吃药的时候预防了 后面几天它就没有了 嗯 它依然存在呢 所以这种药还是要长期吃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要终生的服用 哦 因为确实是要三分毒 阿斯匹林也有它的问题 嗯 它首先它让血互相不太凝固 对 所以呢 如果说有出血的疾病 啊 比如说病人有胃溃疡了 嗯 等等这种情况 在吃这种药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加重 会不会吃 阿斯匹林 是不是就是说 它会使血小板降低呢 呃 有的时候是会 但它主要是使血小板之间不再粘腹 哦 就是呃 可能有一种顾虑 就觉得我吃了这个阿斯匹林 被阿斯匹林这类的药物 那我小磕小碰 那就流血不止啊 所以我现在也没什么不舒服 我干脆就别吃了 嗯 这种思想呢 在老年人当中是非常的多 嗯 但是呢 呃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 不是太可取 嗯 嗯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药物 或者任何一种治疗来讲 呃 都是有一个风险和效益的比较 嗯 阿斯匹林这种药物 经过长期的证实来讲 它的风险很小 嗯 虽然说有的时候会有皮下的鱼斑啊 亲子啊 或者磕碰之后 就觉得有时候流血不止这种情况 对啊 嗯 但是 第一 它的发生的几率比较少 嗯 第二 会造成病人风险很小 嗯 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这部分患者他比较关注的就是说 长期服用这种药 我觉得不是通过肝脏 是通过肾脏代谢 那是不是我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我的肝肾功能呢 对 这个是很对的 嗯 就是说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 尤其是塔丁类的药物 嗯 塔丁类的药物呢 都是从肝脏去代谢 嗯 所以呢 有的时候对肝脏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 包括要化验它的凝血的机制 嗯 要化验很多的这些凝血的指标 生化的指标 才能够确定你的身体能够继续的去服药 嗯 就这种化验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 就一般的医院都可以做到 对对对 在社区都可以做 查体中心都可以做到 那就是说 大概多长时间去 比如说我长期服用这个塔丁类的和阿斯培林 大概三个月 啥意思提 嗯 我一般在临床上习惯给病人的建议是如果说病人的核病症比较多 糖尿病高血压高尺血症比较多 我建议他用药之后三个月要查一次 哦 但如果这些病人的这些危险因素很少 嗯 我可能建议他半年或者一年查一次 嗯 也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好 在这个环境当中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你来 对于慢性的脑血管病 呃 是不是平时多注意吃药就好了 然后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特效药 是专门针对慢性的治疗 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呃 呃 所以前面提到的像阿斯匹林啦 像他病药物啦 像控制糖尿病和高血压啦 这些都是针对这种慢病的 但是呢 你说有一种特殊的呃 很特效的治疗 一定就能完全的治疗好 动脉硬化的话 现在还没有 呃 没有绝对特效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疾病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所以我们也要从多种因素去控制它 啊 这样才能够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 发展的这种威胁 好 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焦主任给我们很详细具体的讲解了 这个脑血管病的治疗 那稍后的环节当中呢 他会为您讲解如何预防脑血管病 我们一会再见 健康小护手又来了 脑血管堵塞的治疗 首先要在发病短时间内 对血管静脉或者血管局部动脉 做绒栓治疗 其次是血管基本通畅情况下 做局部支架 脑血管经脉领量绒栓治疗的实现 国际上推荐要在4.5小时之内进行 慢性脑血管疾病的治疗 最大目的是不让疾病发生 主要采用 去除血管内壁的血管斑块手术 以及微创支架治疗两种方法 动脑瘤脑血管疾病的治疗 主要有手术节制动脑瘤生长 和微创基础栓栓栓 两种方法 不要走开 接下来的环节中 我们将要让您了解到 更多道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知识 好 欢迎大家回来 继续收看我们的健康早班车 小主任 刚才您也跟我们讲了 治疗讲得很细 就是说让我们大家心里也有底了 其实没那么可怕 但是最好还是不得 怎么预防它呢 所以现在呢 微信部做了一个 途中的筛查与防控的一个工程 应该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 卫生部专门的针对一种疾病 进行的一个大的工程 这是很少见的 他们现在所倡导的呢 其实就是一点 就是如果现在控制不好 未来二三十年 将会出现慢病的这种紧喷的现象 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大家在座的嘉宾在内 其实每个人都是俗中的危险 都是脑瘤而病的这种危险 所以这种控制 实际上这种治疗 实际上不是说 针对哪一个人 或者哪一群人 而针对所有的人 这是我们现在 卫生部提倡给大家的 一个中风的危险卡 所有的预防工作 先从第一步 对自己的评估来看 我们详细看一下这个卡片 总共有八项的危险因素 适合于四十岁以上的人群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嘉宾当中 可能有二十岁的人群 你可能现在不必太过担心 自己脑瘤病的风险 但是四十以上就已经进入了 脑瘤中的一个高危的人群 再看下面的这几项 高血压 高血压的定义是什么 以及血脂的情况 糖尿病 防颤 吸烟 体重运动 足中的加速尺 从这几个方面呢 我们去看 如果是存在三项或 三项以上的这种危险因素的话 就是高危的情况 如果以前有过这种中风的情况 或者是有过这种短暂的脑瘤发作 就是突然一下 比如说一侧肢体不好 很快时间就恢复了 出现了这三种情况的话 就叫高危的病人 如果是高危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全面的筛查 要提到前面做的那些检查的工作 比如说脑子的CT 比如说超声的检查 去发现血管的问题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治疗 中卫的人群 包括有高血压 糖尿病 防颤 这三者当中一个的 就已经算周围的人群 而对于中卫的人群呢 也是应该进行积极的去筛查的 所以现在卫生部呢 通过这个卡片 要让每一个人 大家自己对自己做一个评判 然后在全国建了一百多家的 这种基地医院 请大家救济去检查自己的身体 发现有没有脑血压病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有 我们就要去控制 所以呢 如何去减少中风的危险 如何是早期发现这种中风的早期的症状 也是在这张卡片当中做了很详细的审述 总体这一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构建一个整个的一个防线 这个防线已经不再是以医院为主体 而是以老百姓自己为主体 让大家自己去认识疾病 自己去预防疾病 这可能是真正的这个慢病所控制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说他曾经得过这个病 但是呢 经过这个非常及时的治疗 康复了 康复之后 还需要哪些这个注意啊 注意些什么才能够让他巩固 不再复发呢 是这种 这种病人应该是比较幸运的 没有遗留太严重的后果 但是呢 他的足中复发的风险高于其他人 所以首先像这些病人呢 第一我们要排除这种侥幸心理 不要认为我这次脑处中的发作 或者脑穴儿病的发作 是一个偶然现象 任何脑穴儿病的发作都是有原因的 肯定是有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原因 我们现在经常见到一些病人是什么呢 到门诊来看之后 说我曾经几年前 左边胳膊腿没劲 又过两年 又没劲 又过几个月又没劲 他在不断的发作 但是发作之后 说输点液吃点药就好了 他就认为这个病就没有了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你都要再去查找他的原因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要针对这个原因进行治疗 针对这个原因治疗呢 包括用药 像R4B0 包括前面提到的手术治疗和技术治疗 也包括相关的基础病因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的这些的治疗 就绝不是说我得我这病 但我治好了 我就完事大吉了 因为你在复发的概率要比健康人多得多 对 那还有就是说 刚才我们谈到了 说这个引起脑血管病的几大高危因素 高血压还是心脏病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小的病症 比如就说 说到这个以我自身作为这个例子 他就说我最近因为疲劳 这个二名 其实有人就有的大夫就跟我说 说他可能不仅仅是耳朵的问题 他可能也是脑部血管的问题 就说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症状 看似离他很远 实际上你也应该警觉呢 是 像您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经常见到 因为人是很奇怪的一个综合体 他任何的一个症状 任何的一个表现 背后所带来的原因 可能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您这个耳鸣 有可能是内耳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脑子的问题 都有可能 但是呢 真正的治疗好他 有的时候很困难 他会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症状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几种可能的原因当中 谁最危险 最危险可能就是脑血管病 对 就是脑血管这个孤血不足 对 造成的 所以也可能耳鸣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早期的症状 他是给你提个醒 你自己不重视 你可能就要付出代价 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是建议 最好还是重视他 先最起码先检查一下 如果能排除脑血管病 OK万事大吉 我们再去治疗其他疾病 最起码其他疾病 可能没有后果这么差 所以对于小的症状 有的时候也应该去重视 好 在这个环节当中 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的专家 好 你来 大夫 那个 我有个问题 就是啊 我呢 经常喝点小酒 经常喝 但是呢 我不是那种嗜酒的人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 那个引发脑血管疾病呢 你这个问题 这种人很多 当然大家知道 酗酒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从少量的喝酒 到底有多大危害呢 实话实说 现在并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说 平常喝一点酒 就一定有危害 但是呢 我们现在推荐是 尽量的不饮酒 因为白酒 对于脑血管病来讲 应该是有一些关系 虽然很难有证据表明 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 饮白酒的地区 肯定脑血管病高发 这是有相关的数据 第二种 啤酒 如果饮啤酒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 飘零的代谢的问题 像痛风啊 之类的情况 而如果防止脑血管病 要吃阿斯皮林 跟他正好有一个协同作用 所以啤酒我们也不建议去喝 唯一的一个是红酒 尤其像干红干白之类的酒 在国外呢 有的时候是推荐 你去喝一些干红和干白 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呢 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 这个干红干白喝进去之后 有可能会让脑血管 有一点点扩张的作用 这样血管可能有扩张 收缩的这种变化 类似做操一样 可能有好处 当然这个量必须要少 不能多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是这样 如果是你养成了这种 每天喝一点这些酒的习惯 说明你自己也很重视你的健康 你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非常的理想 所以它表明了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酒都不能喝 但是呢 一定要有量的限制 而且呢 要有种类的这种选择 好 还有你为观众有问题 好 你来 经常运动能预防疾病 但是我就是有时候经常听说啊 有人就是因为运动 反而得了脑血管病 而是 是 其实这样 实际上任何事都是无极必反 运动呢 肯定是能够预防这些疾病 但是呢 是针对大部分人群 但是对于有的人不见得 你比如说如果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他在剧烈运动的时候 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疾病的发作 从而导致脑血管病或者心脏的猝死等等 再比如说 很多老年人喜欢晨起锻炼 很早就爬起来去锻炼 也没有足够的饮食 这样的话 他的体能也不够 而且体内的液体量不够 而且人的昼夜的血压变化是非常大 早晨一般是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时期 所以呢 反倒会诱发这些疾病 所以一般我们是主张的运动 叫适量的运动 要看根据自己的情况 适量进行运动 并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列成运动员 而是要每个人通过锻炼来减少危险因素 这是最主要 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不良的习惯 和使用方法 对大脑会造成过重的负担呢 您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确实 我们在医院当中也见到很多的病人 老年人 给他看病的时候 他会说脑子是不是越用越好 就不会得病 天天打麻将 通宵打麻将 这样量炼的我脑子很聪明 不再得脑血管病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运用脑子的情况呢 并不见得能够防止任何脑子的疾病 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打麻将 反倒容易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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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下锅翻炒 直到变颜色为止 再切一点小葱花 先把葱花爆香 然后呢 放入番茄酱和少量的盐 翻炒两分钟以后呢 就可以享用了 非常感谢焦主任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这期话题的讨论 那您的详细讲解呢 让我们对于脑血管病的防治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其实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且每年定期体检 这个脑血管病呢 它还是可防可控的 再一次感谢您 也感谢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健康小救手又回来了 在预防上 我们先要做好自我评估 首先要注意 年龄达到40岁以上的人 就已经是高危人群 其次要注意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的三高症状 以及防碳 吸烟 体重变化 不到运动 和有度重 加速食等 都是引起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 最后还要注意到 自己曾经有没有中风时 或者突然发生 一次肢体活动受限的事件发生 预防脑血管疾病 要注意的事项 包括耳鸣 耳鸣可能是导致脑血管病发生的症状表现 其次要定期进行体检 来预防脑血管病 再次要认识到不饮酒 可以降低脑血管病风险 最后要注意到 在运动锻炼时 要试试适量 防止意外脑血管病发生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和我们一起舞动 清晨节拍 爱情是最难玩的 尤其失恋 是你最珍贵的假期 究竟是谁对谁不清 在我的场务之中总不够病 让全部念念都懂 周围都随大忌控 去心骨头都放松 让群众都轰动 用笑容的舞台手高手 你怎么可能不行动 周围都随随磨咕咚 你的脑袋超应该走走 大强健康打扮车 让我们一起跳动 清晨节拍 大家好 我是您的健身教练 Marco 满足 还有我们的大脑和平静 今天继续我们的健身广场舞 来学习这种 比较有一种 K-TOP的感觉的街舞风格 然后放松 重心摇摆 慢慢的我们的脚步侧点地跟上 好 五六 侧点地 对 肌关节弹动 来 好 然后手臂呢 先微微的 向侧点 好 眼睛顶尖 对 再来一次 可以吗 好 变化一下 一个 一个 两个 对 好 开始走 好 机会在一起 一起来跳一遍怎么样 五 六 好 侧点地 顶尖 再来一次 正面 顶尖 不带一点 好 可以吗 好 动作开始 开始 顶尖 请先 一个 一个 两个 好 再来一次 好 腿部 再来一次 好 放松 非常棒 好 再来你的新动作 好 好 注意看我 对 一个 一个 两个 对 可以吗 再来一次 好 放松 好 那么我把 手臂的这样一个左右 和我们的顶部 配合一下 五 六 向侧 点地 向侧 点地 放松 放松 OK 开手 放松 加油 好 从第一步步开始 五 六 起 开始 很 说 铁 铁 终于 踏 脚部 点地 突 特点 顶尖 顶尖 脚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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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